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礼拜五呢我想都没有交易 那当然呢这边也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春假期间 我相信很多人这次都没有办法出国 对不对 除非你还不怕死的 我想也没什么飞机可以做了 对不对 那如果到这个台 这个说台湾的各个这个游览景区去玩的话 请你记得安全 这次这个提出所谓的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 这个 这个我想真的是很重要 对不对 那你真的到各个地方 虽然如果说 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 请你记得戴上口罩 甚至强化自己自身的免疫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我昨天我跟大家讲过 我现在晚上8点到9点 除了礼拜五以外 因为礼拜五它是从南部开讲 我都在看公式 有话好说 他会请医生来跟大家讲 现在的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当然呢 这个谈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社交距离这部分 对不对 这我们 不是我们节目的范围 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说 未来 这个 很多的这些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我就现在就不讲 我们先跳过先不讲了 我们现在从这个 第一个一开始跟大家讲的 沿控风险 投资朋友 今天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脑的画面 投资朋友 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 这没什么好讲的 我们会员的股票嘛 新日新嘛 这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好不好 这没什么好讲 好不好 这没什么说的 对不对 今天大盘跌44点 新日新 创下反弹后的新高 投资朋友 我已经讲过一件事情了 我说其实我有两 有两三档股票 我一直锁定一直要买 先前我嫌它太贵 一档叫新日新 另外一档叫什么 同心电 对不对 后来我选择一档 我选择新日新去做 我没有选同心电 但是 我也觉得同心电 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没有办法 选一档就好了 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档都选 我们不是每一位都是一万富翁 那边也买 那个也买 对不对 A也买 B也买 C也买 而且我们还要保留一些现金 除了建策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下半年有一档 很有可能会倍数 涨幅倍数的股票 我姑且先叫它做A股 我已经在昨天的会员专题讲座 讲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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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 为什么这个A股会这么强劲 我告诉大家 因为它的东西是最先进的 就跟当初我在70元 我在70元 在80元 在谈建策的时候一样 建策本破乱最高 240-250 对不对 当然虽然说现在 虽然涨上来不过怎么样 最近这个在整理了 那又怎么样 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一张都没有走 不用说 一张都没有走 继续给它好好抱着 对不对 我们回到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沿空风险 等一下再讲 再讲这个新日新 再讲什么 再讲这个其他部分 新日新嘛 再讲这个华通 等一下跟大家报告 这今天的 对不对 这今天的静周刊 八年赔光七年历 对不对 这个我说真的 这标题下的非常的漂亮 叫做 笃信坚强反应慢 这一个投资之狼的事情 我已经贴在我们的粉丝页 所以这也不贴了 投资之狼 害惨 害惨华南永昌 但是不是那害的我不知道 人家新闻就这样写嘛 但我就要告诉你什么 其实我再三跟大家强调 我知道市场有很多人 真的就是赌徒 对不对 你赌徒赌 期货什么都ok啦 我说真的 你记得玩衍生性商品的时候 因为你不是那些自营商 请你记得 设好停损 不能停利不停损啦 这种什么鬼东西 什么叫停利不停损 就是等到有一天断头就被停损了 等到有一天到穷奇数2000点 就被砍伏去了一样 等到有一天营业员打票跟你讲说 对不对 对这个肖先生 或者是什么 张先生 你的户头保证金不够了 我们要砍仓了 这叫停利不停损 你知道吗 同学朋友 我们告诉你 我再三强调 投资不是赌博 你看尤其这种股票 我说真的 我一直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 不要在那边扯这个 扯这个鬼东西 你说会会议师最近原有涨 你知道他们的溢价是几%吗 投资朋友 原油正二的溢价是 将近一倍 也就是说 对不对 你只能希望他赶快赶快涨 回到30块 你一旦就走南界股了 对不对 我说西德州原油 那如果回不到30块 大家不要忘记了 30个交易日过了几个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从3月18日开始 应该从这一天开始吧 好像过了7个 还8个交易日了 如果30个交易日 原大 SP原油正二的净值 都低于2块钱的话 还是要下市 没有错吧 对不对 我没有看错规则 我没有看错规则 如果连续30个交易日 现在已经经过了 7 8个交易日 剩20几个 我告诉你 你就千万保佑 今天沙尔曼 良心发现 对不对 今天普丁说拜托拜托 饶我一命啊 大爷饶我一命啊 千万保佑 不然的话我告诉你 30天很快就过了 而一旦30天之后 你的损失不是只有这个 他现在进了多少 1.3 1.4 1.5 1.5 再1.5嘛 100%的溢价嘛 对不对 清算的时候 你剩一半可以拿回来 是谁叫你做这种股票 我请问你 就是有耶 真的是有 市场那边 对不对 有些人跟你讲什么 哦 那个我买这个原油 原油 正二 原油 原油 原油一倍的 来加油 现在加油便宜到爆炸了 我那天骑机车去加油 有够离谱的 100出头 一百零几元 知道 这个自助加油的话还有折扣 你知道吗 一百零几元 油箱满了 我车是耗道都没油了 我骑一二五的 对不对 我汽车还没时间去加油 我相信更便宜 因为我开柴油车 17块钱 哇 虽然油箱比垃圾是还大 对不对 先不讲这些 我会跟大家讲 投资不是赌博 我再三跟大家强调 如果你要当作赌博 当作去casino的 你不要找我 对不对 市场很多分析师投资当赌博 怎么停力不停损 对不对 买原油正二的一大堆 还有没有牌的有牌都在买 我跟大家讲 衍生性商品 对不对 尤其衍生性商品 千万不要当赌博来做 好不好 况且规定是什么 不能裸卖 自营商不能裸卖 他们在卖这种避险商品的时候 卖这个东西他立马上避险 当然华南永昌说他是 解释他是避险不及 都规定不能裸卖了 他们偏偏要把裤子脱下来 我今天这样写 投资网应该看完会心一跳吧 对不对 如果你那么喜欢脱裤子 你去余光岛 现在最红的地方 你去那边黑皮不用花34亿 你知道吗 有够离谱的 我说真的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 你们怎么请这种主管 烂透了 对不对 34亿 说明人家底子神 然后我没有话讲 对不对 真的没什么 我有认识朋友身价有百亿的都有 对不对 但他不会分给我 我有认识个地主 对不对 他老爸 重化后的土地 目前账上价值26亿 我认识一个地主 这我同班同学 对不对 我都不能讲 因为那与我无关 好不好 他又不会把26亿拿2亿分给我 或拿3亿 不会啊 我还是靠我自己就好了嘛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我今天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今天带会员 做期货 但是我们没有赚钱就走了 但请你看清楚一点 时间 对不对 10点26分 9620 12点9分 9585 对不对 几点 9620到9585 35点 好不好 熟悉清空 给你看没关系 老师我都比较慢 好嘛 你输8000 你输9000也可以 请投资朋友看清楚一下 今天怎么走 这是风险 你不停损 你等断头吗 我请问你 没有错 你说 一会是 那个一点多后 他拉到了你的成本价了 对 他有拉我成本价 但是我已经走了 对不对 我只是告诉你风险的重要 因为你做的东西叫做衍生性商品 不过我现在跟大家讲 其实期货我之前跟大家评论过了 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接近万点 放空单 但是呢怎么样 接近10年限 是要做多的 下礼拜可能有机会做多 我们两趟赚了600点 这个都是公开的事实 这没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多赢 少输 赢的时候赢多一点 输的时候输少一点 盈控风险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要求 而且我跟大家讲 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很多人在做旗子 他叫你买软体 叫你买 买电脑买什么 我们不用 我们都不用 好不好 我们都不用 我们直接 call讯操作 你也不用每天盯在 电脑前面在那边等停力点 不用 停力点 不用 我全部都call 好不好 我都用call讯为准 我全部都call 到该停力 到该赚钱 拍拍屁股走人 到该怎么样 该停损 我全部都call出去 所以你也不用不必要的设备 为了这样去买一台 notebook 不用浪费了 为了这样子去买一台 新的手机 比较 运算的 运算 能够预算的 不用 你的手机只要能够看到简讯 你就OK了 这是我一直强调 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好不好 那你 如果还听不懂 没办法 对不对 上今天市场利空蛮多 这哪有空在跟大家讲 什么百德机械要裁员 这什么国发基金 你看之前还入股百德机械 搞到最后 根本都没赚钱 有买人全部都赔钱 今天市场利空真是蛮多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 酒家售嫌RBC未达300% 我这边特别列给你看 为什么 星光人寿 三商美邦人寿 台银人寿 宏泰人寿 中华邮政人寿 他们去年的 这个RBC 不到250% 危险 危险 你又投这些人寿的人 你要小心风险致富 前几天新闻还在告诉你 三商美邦去年经营的有多好有多好 不是很好笑吗 对不对 那另外也包括这个新闻 我说这一次下来 我们也没有去买原相 因为 没有办法 大家没有那么有钱 我没有去买原相 但是对CIS的看法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 我很看 对 我非常看好CIS 不过这东西可能是写烂的 今天原相其实没有什么动 对不对 今天比较有动是什么 是3530的金像光 因为金像光跌比较深 那我从这个CIS跟大家讲到 投资朋友 每个人今天都在谈这个新闻 现在全球有90%的学生 不用上课了 都在家上课 现在全球 彭博说只剩下台湾跟瑞典 目前在正常上课 当然没有错 必须要感谢是什么 陈时中部长这些人 很尽心在台湾的防疫 可是呢 其实最好我还是认为 现在最好还是在家上课 这个学期大家忍一忍 对不对 人与人 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的话 就更不容易传染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 对不对 其实大家最好是忍一忍 他们有说话提到 对不对 然后说目前为止 有90%的学生失学 不过这不叫失学 是在家上课啦 这不能去学校上课而已 对不对 新加坡跟澳洲因为疫情升温 对不对 也学校应做受到影响 就回家上课了 对不对 台湾因为防疫得当 但是我说真的能挡多久呢 昨天有一个确诊病例 台师大 对不对 你说 坤人不要讲这个 新闻写那么白 让我讲一下好了 某大学 某大学的某一位 研究生 还是什么研究 不知道什么学生 不知感染源 前天一个病例 实践大学 不好意思 我要把名字讲出来了 某大学 某大学的讲师 还是副教授 不知道 从国外回来 哇 我说真的 与其要等到 每个学校什么 两个人 确诊 才停课 你不如现在全部回家 改用线上教学 真的 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方法 而且你用线上教学 我们还会赚到钱 大家记不记得 我在上个礼拜 还是上上礼拜 我贴了叶秉承 对不对 叶教授写的那一篇 他说 他吓到了 因为他去吃个面 阿嬷说 我贵孙 最近学校 这个 居家健康 自主管理 因为他们 为什么自主管理 就是他们家里有那个 他们的这个同学里面 有人确诊 而且后来是有两个确诊 自主管理 你还在那边端面 那个 教授 叶教授 贴孙 不是不是俊敏 教授说贴孙 麵要噴出来 然后他讲什么 他说其实 他现在 他把他 这个学期的课 因为教授可以自己决定 他是台大的 他台大教授 他把这期学的课全部 大家线上上课了 用什么 用Room Video来上课 投资朋友 我也讲过嘛 对不对 Room Video 这家公司 你想想看 他过去 他在2019年的10月份 股价60元 现在股价是146元 你看到本音比多少 你看到本音比多少 1708倍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追Room Video 对不对 叶秉承讲出来说才120 没有错吧 对不对 其实台湾 你说 每个人一定用Room Video 说这Room Video真的好用 我们公司也用Room Video 很多视讯会都用Room Video 但是 台湾谁有在做类似Room Video 这种东西的 我刚刚跟他 我之前跟他讲过嘛 对不对 5203的训练 但是我没有带会员买训练 因为我 我发现到有一家公司 对不对 这种东西是做软体 你知道 除了这东西外 还有硬体 硬体是什么 设备 对 影音设备里面还有什么 晶片 因为我发现到 有人在做这种晶片的 投资朋友 来 其实是 3月8日的标股的故事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家公司 是当时的涨幅 3月8日他股价冲到49块多 没有错嘛 对吧 46.2的隔天49多嘛 就是49.6前一天 是6.2嘛 涨停板锁起来 锁得非常紧 投资朋友 这家公司起涨点 就是我在非凡连线的时候 讲出来的 因为他一年 光是耳温腔 耳温腔晶片要出 1000万颗的MCU 但是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额温腔额温腔 因为如果今天你要买额温腔额温腔的话 你还不如去买鸿康 对不对 6457这一档 这家公司 买这个 我觉得也是可以啦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不如去买豪宅 对不对 你不如去买 我跟他讲过的 泰博 但是我告诉你 我发现到这一家公司 投资朋友 这里Google就有了 我再稍微念一下好了 对不对 他还做什么 他MCU还做什么 多媒体IC 对不对 你说这财报好烂 一月份才赚0.04元 那又怎么样 他还做多媒体IC 再给你看一次 Zoom Video的本益比是1078倍 这家公司去年赚超过2块钱 我这样算一算 顶多18倍本益比而已 真的没什么 我告诉你 今年要赚超过2块太容易 因为 他的这几个产品线 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所谓的多媒体营IC 用在会议嘛 都没有提到 对不对 语音或视讯会议 连线替代 对不对 或者包括什么 耳温枪耳温枪 测温枪的MCU 对不对 MCU 就这样子而已啊 没有什么难的 而且你看鸟蛋根本没有买 对不对 不是什么大鸟投信 鸟蛋投信是贩子所有投信 不是大鸟投信 不是大树投信 不是巴德鲁投信 就是鸟蛋投信他根本就没有买 他从46.6跌到多少跌到30块上下 你还不趁机去捡便宜嘛 我捡了 对不对 我捡了 对不对 我捡了 好不好 我捡了 投資朋友 你看这些股票 都是我在节目讲过的 这一次我们下去抢新日新嘛 对不对 这个波段星星涨了四成了 你要不要赚 两个礼拜不到 没有错吧 两个礼拜不到嘛 国安基金说要进场 应该是两个礼拜前的礼拜四 开完会嘛 对不对 今天才礼拜三 好朋友 到明天才买两周 两个礼拜不到 新日新涨四成 两个礼拜不到 我所看好的系列 我跟大家讲了嘛 对不对 我说系列如果今天在中国大陆挂牌 可能是两千三千块的价钱 你知道系列从666涨到1050元吗 台湾其实有一家公司也都没有跌 叫什么 5274 叫信华 他都没有跌 基金公司也都没有跌 为什么 因为他所做的 也是网络 伺服器晶片叫BMC 远端控制的晶片 BMC 没有错啦 4919又做BMC 我知道啦 这我们都知道 没有错 对不对 都没有错 你所讲的 我们都承认 在真的有赚钱的是谁 系列啊 真的有赚钱是谁 对不对 信华 因为 新唐的部分 可能可能没那么多 不过 有题材啦 因为信华股价那么高 真的是有题材没有错 没有话讲 对不对 这没有话讲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个股票不是更有题材吗 他有耳温腔 耳温腔的MCU题材 对不对 他有什么 多媒体IC的题材 对不对 投资朋友 这都跟你讲过的一些东西 我希望你能听懂 对不对 不要说到有一天 对不对 才来问我 投资朋友 我昨天喜欢我的粉丝页的 粉丝问的啊 他说之前看到 对不对 有些人一直在电视上告诉你 药华赚5块钱 他说他买了一堆药 他参加老师也买了一堆药 买了在34 35块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说现在怎么办 融资也去补钱了嘛 我记得说融资也去补钱了 什么等等的 对不对 我没有把他整个对话 整个用截图推下来 因为我发现到 我该遮每次都没遮到 但你可以看到 你看 金像店跟药华X1号 股价走势好像是相反的 不重要 我们这一次没有带回买金像店 我们来讲上一次 我跟你怎么讲的 大家记不记得 这是11月4日 其实时间也不过 三四个月之前而已 当时 有人跟我辩论 到底是要买华通 还是要买金像店 因为 华通跟金像店 都被郭明奇点名 AirPods 会丢单 我等他点完名之后 我回头去买华通 对不对 投资朋友 给大家看 来 这是11月4日的 研究日志 跟大家讲 10月29日 新闻指出华通 要华掉单 经过几个交易日之后 华通从40.75涨到45 要华还在34块 有些东西我不方便讲 投资朋友 不好意思 你到今天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到今天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但是股价已经说明一切 投资朋友 不要不信邪 真的 我那次带会员去做华通 我还告诉你 我 顺带送你的说 叫你小心要华 结果你有听进去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走法 我那时候华通 41块 出48就这样结束了 你看吧 其实也没几天 10月30日 跟10月11日 10天里面大概顶多多少 扣除4天 大概顶多什么 6个交易日而已吧 大概6个交易日 差不多嘛 对不对 我两成 我就走人了 还赚到两成 我走人完之后 华通涨52.5 他涨到52.5元 你有看到没有 那我告诉你 从高点到低点 华通跌了55% 结果要华跌多少 61% 39.15到15.4 然后这一波反弹呢 华通谈了4成 要华只反弹3成 那更不用讲金像店 你去跟金像店比的话 你真的是 自残行税 对不对 这个叫自残行贿 你就 早前我贩藏一臂 没有 藏一臂我丢脸 但是我告诉你 当初我讲药滑的时候 一堆人不相信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一位粉丝 他他记得我那时候有讲过华通药滑 因为我在 我还去找到是哪一天 哪一天讲的 原来就是11月4日 对不对 原来就是11月4日 我还告诉你什么 广达华力转身 结果傻子在买广名 我跟你说 投资朋友 广达 华力转身傻子买广名 11月4日 给你看 对 投资朋友 你去看嘛 没有错啦 你买广达广名到 包括今天大概都赔钱啦 但是有人输的比较少 人输比较多啊 投资朋友 这输得要招牢啊 我请问你输得睡马路了嘛 对不对 这已经输到睡马路了 这没什么好讲的 好不好 对不对 我想我的看法是一样 其实 今天 你看他起子杀尾盘 各股 现股都杀尾盘 那今天没有做账的关系呢 就还回去了嘛 没有做账就还回去了嘛 很简单 但是我的看法一样 我说股票变便宜了 遍地都是有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你只要好好选 选对就OK了嘛 我也跟大家讲过嘛 这一波下来说真的 落水三千 我们 干取一瓢银 我们不是好几亿的钱在做 我们不是打理哦 一下子买黄金卖黄金 一下子又买 又空欧股 跟你说不太厉害啦 你逗那么多博士是要干嘛 我一个好朋友 在股市当中赚了非常多的钱 他的名言叫什么 买股票啊 就投资股票 投资股票 不需要高深的学问 他的名言啊 我这位朋友 念军校的 念情报局的 对不对 也是赚到口袋麦克麦克的 很早就退休了 再跟你讲一次 投资股票 不用高 不用高深的学问啦 你请了一堆数量 那量化量化的博士 对不对 哇 每个都是经济学博士 搞了半天变LTCM 是有屁用吗 不用 真的不用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讲说 昨天有时候觉得 人生不是如此 我这朋友 成早退休班 想说成立一个 私募基金 可是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舌颤莲花能像打理欧一样 跟人家凯凯而谈说 这经济怎么样怎么样 根据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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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未来会怎么样 失业率会打到几兆 美国会死掉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谈那种东西啊 我们只知道什么股票会赚钱而已啊 我们就是财数学潜嘛 对不对 募不到那么多钱 那没关系 我们把自己的财产最大化 让大家过个好日子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 财富自由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希望帮人家赚钱 跟人家钱不拿给我啊 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们就只好 独善其身啊 对不对 过了每天 厨林 骗骗骗骗骗骗 我这位朋友 就是寻报局出来那个 他在家干嘛 你知道吗 练印笔字 写庄纸 对不对 我没有乱讲啊 就练印笔字写庄纸 是寻报局出来的 那我这边 废话不跟大家多讲 反正我告诉大家 股票变便宜了 P&D都是有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请大家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 对不对 期货部分 不用软体 不用电脑 不用猪脑 我要告诉你 我要塑造的一个典范操作叫什么 操作没有那么的难 请你严控好风险 不是像华尔街之狼一样 对不对 反应慢 对不对 人家维文当如什么 长山之蛇 他像什么 他像恐龙一样 你吃到他尾巴 他到第三天 回我问你 你吃到我尾巴 对不对 他们就这样的人 就这样的人 就去让人家赔三十四亿 你还不如去余光倒黑皮 三十四亿 我说真的 真的四亿 对我而言是个天文书之 但是对我那种 地主型的朋友来讲 他就没什么 我家26亿了 对不对 那不一样 不一样的看法 好不好 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说真的 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 接下来 我们这两天没交易 美股干脆 跌个狗吃死好了 跌个两千点好不好 跌个两千点 让大家全部都没希望 对不对 这样有什么不好 我请问你 我们的全面启动计划 股票 期货 股票加期货 另外帮大家预告 我们礼拜五 一样有顶尖对谈 一样会在公司频道 跟我的频道做首播 祝大家超顺利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